来宾就坐 在此提醒各位来宾 请把手机弯机或调至精英模式 以免干扰比赛的进行 同时在此呼吁各位来宾 当变手正在发言时 请各位来宾尽量控制自己的掌声 以免影响变手发言 在此也特别提醒双方教练 除中场提示环节以外 教练团严禁在比赛进行过程中 对场上变手进行任何有声或无声之提示 大会主席有权禁止或纠正任何干扰比赛之行为 一经提成评审团有权扣除该队伍之整体得分 另外公平起见 场上变手禁止携带任何可以联络网络的 变纸设备如手机或是iPad 若场上变手现在有携带这些设备 请教育教练团成员保管 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出席 由金英大学华文学会主办第七届 金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 叮嘱的第三场小组循环赛 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朱伟三 坐在我右手盘 赢的是正范团方的计时园间计分员 莫壮环以及陈文欣 欢迎他们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今天比赛的双方变手 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吉隆坡寻人中学B队 正方一变瑞慈燕同学 大家好 正方二变罗语涵同学 大家好 正方三变老吃饱同学 大家好 正方四变宋玉宁同学 同学 我跟同学B队向大家问好 谢谢 接下来坐在我左手旁的是 反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如柏星山苏丹伊斯麦 国中 反方一变赖姓名同学 二变张成辉同学 三变黄立新同学 以及本方四变马俊荣同学 五万一同学 谢谢大家高兴三双丹伊斯麦国中 谢谢大家问好 当然 除了比赛双方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决定胜负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会评审 第一位评审 林欣毅小姐 他是马来西亚参赖姓名 他是马来西亚参赖姓名 第二位评审 汉华名先生 他是西国大学 中校国际大学中学辩论赛聘胜 他也是国际大学精英杯奥瑞钢 辩论赛及马兴奥 华杯大专辩论赛冠军 及全场辩手 第二届新辩国际辩论公开赛的冠军 珠西斯亚军 第三位评审 江运哲先生 他是2014年海岸大学辩论赛冠军 最佳变首 他也是2014年CPVA辩论赛冠军 最佳变首 他也是中山干部高中指导教练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对今天的比赛程序已经相当的了解 那我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整容现象 古极化是人性的悲哀 反方 整容现象 古极化不是人性的悲哀 我重复 正方 整容现象 古极化是人性的悲哀 反方 整容现象 古极化不是人性的悲哀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正方音乐一步到讲台 您的生论时间为4分钟 即时将会在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现主席大家好 随着科技的发达 人类通过整形技术 获得了修改自己外形的权利 无疑的 整容出现的原意 对一些过去无法修复的创伤而言 绝对是一种福音 然而 当这种技术成为人人都能自由选择的 普及化现象时 我们就得重新考量 它对人性带来的负面冲击 根据ISAPS 国际美容整形调查显示 截至2013年 全球整容案例就将近3400万宗 而整形外开的整容分类 简单而言可以分为两种 一 治疗创伤的修复型整容 提供先天残缺或意外活容的人 从事自己的机会 二 改变面貌的改良型整容 就是人民自由选择面容的整形平台 然而 整容之所以成风 正是因为后者的被视成长而导致的 自然就成了今天变体讨论的核心 各位 人想要追求美 没有错 但如果这种追求 让人迷失自我 扭曲价值 这种现象就是人性的悲哀 下面 我们将以自我与社会的价值观颠覆 来论这种方观点 一 整容普及化造就了人多数性追求客观美 盲目跟风 舍弃自我 是人性的悲哀 综合南方都市报及李学英医疗美人网的报道 亚洲人整容首选 离不开双眼皮 垫臂量及刮鸡脸 在日本 人民甚至投选出最完美五官 好让医生有了整容的范本 中国武汉医院 每年更有超过200人 要求把自己整成 和号称符合标准的范冰冰 我们可以欣赏别人的美 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对方呢 人生病了 整容普及化让人对美有了一致性的标准 于是每个人都想把社会认为的美摆在自己身上 忘了欣赏和认可自己的价值 充实自己的内在 既而舍弃自我而盲目以合 当人不再为自己感到自豪 而非得要成为别人时 人性显得悲哀 二 整容普及化扭曲了社会评价人的本质 颠覆标准的本国党制 是人性的悲哀 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 从来就不会是以貌取文 但整容普及化以后 更加剧了这种人性的悲哀 英国美瑞邮报调查就显示 外形好的秘书比其他同事 收入高出百分之十一 名校高材生间全国最佳便手田野 因向老而备聚于媒体门外 双硕士学位的原有更因毁容而失去工作 就连华美美来医院院长也表示 当下大部分企业在招聘人才时 已经把外在考量积升至百分之五十 大大凌驾鱼只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能力 整容普及化形成了人对美的高度要求 继而本末导致了人对能力的评估 当人都认为外貌比才华能力都来得重要时 已经是人性的一大悲哀 更何况为了虎口或许还行有可原 但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每天就接待了超过七十名要求整容的学生 中国北京城报也指出三分之一整的对象 其实都是中老女人 整容年龄的跨度增加 导致即使不存在着工作上的逼于无奈 这些学生、家庭主妇、退休人士 都选择把自我价值经历在样貌之上 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不能输 把自己生命关键的赌注放在一张脸上 人性如此的脆弱,明显悲哀 各位,想要变美是人的天性 很久以来很古别 光光国防不空击想要变美的人 但如果你想要整形的原因 就如上述大部分在整形普及化以后 变得迷失自我、盲目跟从 并且颠覆能力与要貌的要求别的话 那你就必须坦诚 我们人性真的生病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中方议面 请您留步 请反方二片上台词语 时间为2分钟 谢谢大局 大方表你好 你好 大方表请问一下 你刚才是不是有其中一个 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因为整容而更加追求了外在因素 对 请问大方表 你有没有数据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在整容普及化之前 我们其实不注重外在因素 有我看到的就是 他们大部分整容就是59.78点 是因为受到受惠以貌群的这种降低 很好 所以对方便有 我们在整容普及化之前 人都是喜欢美的事物 这一点是人的天赋 第二点 对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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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扭曲了本末 倒置我们忘了我们的内在 不是 是能力跟你的样貌 颠覆 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注重外貌多于内在 对不对 对 请问对方便有今天你长得那么帅 如果你上来你支支吾吾 你说不出话 你觉得你会得到最佳变成 你误我的意思了 我告诉你 你觉得你会得到 你误我的意思了 我告诉你 你误我的意思了 那时候 请问天生下来我长得就不怎么样 如果这个时候你都不让我整容 你要我怎么面对这个社会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请问对方便有 你不给我这个权力 给我选择我要不要改善我面容 请问你要我如何去见人 你可以去见人 可是我看到的是 如果你辨别的本质不后 是因为你担心被社会不认可的话 我告诉你这种社会的家族观是很奇怪 因为你长得大 你没有是双眼皮 所以我鄙视你 我觉得家族观很奇怪 很好 所以对方便有 是我们自卑的人而无故 他只觉得 我们应该要非常自豪 接下来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你是不是说 对方便有 你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盲目整容 站这场大比数 盲目整容 啊是 所以对方便有 只要我方能够论证 我们其实整容 是抱有目的地方 你想就不能成立了 谢谢 历史将会在您开过发言后开始提醒了就请 谢谢主席 大家下午好 根据美国整容协会 整容是有通过医疗手法 改善先天性缺陷 以及后天性缺陷 以及提升个人仪容外观的技术 今天所讨论的整容现象 普及化 是一个越来越的过程 意思是数量上越来越多 或社会在思想上 越来越能接受某种观念 忍性的悲哀 是在一个过程已经丧失理智 又违背良心的时候 今天 对方所提出的种种现象 必须是更属于整容现象普及化 又符合忍性悲哀的标准 立场才能成立 反之我方立场成立 可是 刚刚对太太跟对方开出的主编表 她刚说了两遍 第一 第一 盲目跟风 以及以貌取人 根据我方通过医学尼网的报告就表示 今天大部分人的整容 都是会有目的整容 不管是为了外貌 为了提升职业 是为了增强性 他们都是有目的 因此需要第二 论证盲目跟风 因此 更属性不详意 第二 以貌取人 第二 就在华人仔细导说 就表示 从以前到现在 注重人 人不是个注重真善美的 所以注重外貌 很久以前都已经在我们人的本性里 因此 对方认证 以前是没有野茂权 到现在 越普及人 就越野茂起人 今天 我方 今天我方主张 整容现在普及化 不是人性的悲哀 可以从两个场面上来看 第一 从个人层面而言 整容继续的诞生 给了人们在自己样貌上 另一个选择 而选择要不要整容 是我应有的权利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尊重 这个属于每个人的人权呢 根据马斯洛徐学问就表示 人类最高的需求 是在于自我实现的需求 能达到自己想要的 今天为了更严调更健康 我可以减肥 因此 当人们在实现自身的性 以及外在需求 是有的多一项选择 怎么会是人类 很性的悲哀 根据世界人权缺点 人能生活自由 在尊严上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更何况 整容最大的特质 在于能在改善样貌上 比其他方法得到更好的效果 根据美国整容协会的要求 所有整容医生 务必进行第一年 300种不同整容训练 再进行3到5年的单项手术训练 才能成为那个项目的整容医生 由此 在市场要求变动 以及技术越进步的情况下 整容变得越来越安全 第二 从社会层面来看 社会大众越来越能够接受 整容和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 因此并不是人类的悲哀 由于社会对于整容的接受度日益提高 整个人的人也不会在那头 以异样眼光 也不再需躲躲藏藏 好比封建时期 对于女性地位的观念 这女性必须三从四得 更别提什么男女平等了 但社会在思想上越来越接受女权后 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如今 也能在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情况下证明自己 但整容现象普及化 让那些整过容的人的行为 以及选择得到尊重 让他们如今昂首挺胸的说 是 但是我就是整过容 社会也不再带有有色眼睛来看他们的时候 反正让更多加油的人 勇于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我看到的绝对不是人性的悲哀 反而 一网五线网站的统计报告指出 人能在选择美容机构时大多考虑的因素 是美容机构的服务技术和安全性 因此 各个美容机构将会在普及化的时候 提高自身水平来保持竞争力 在场的各位 想问大家的是 到底是在你有能力和选择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情况下 是忍性的悲哀 还是你只能苦意无能力改变 又完全没有选择 即便选择自己想要的情况下 才是真正忍性的悲哀呢 由于人们及社会在整容身上普及化时 没有体现出丧失以这违背良心的价值 反而体现出的是 人在自我实现时有的选择和权利 以及社会能够接受 这些他人的价值观时 同方认为整容身上普及化 完全不是人性的悲哀 谢谢 谢谢 请正方上点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想跟你确认你今天说 今天爱美是人的特性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看样貌不是人性的悲哀 对不对 是如果你仅仅是注重样貌 是人性的悲哀呢 所以今天如果看你的样貌 我就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 你觉得悲哀 我们有注重内涵 如果你注重内涵 为什么你还要去整毛 注重内涵不代表我们样貌是不修建 所以你看 两者都需要提升 他告诉我们的是 我要先注重提升我的样貌 我才有换去等于的机会 好 再来我想请问你 你告诉我 以前的人也看样貌 现在的人也看样貌 所以你承认的是 现在也有看 注重样貌是 不是不是自己的悲哀 所以从以前不普及 那么多人看了 你觉得普及以后 会不会越来越多人 都看重你的样貌 在乎你的样貌 会对不对 不会 那要不要 那要不要 以前不普及 已经那么 已经有人看样貌 现在普及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多人 都看样貌了 不是越来越多人去整容 对 整容也是代表 越来越多人去看重自己的样貌 是什么的 是越来越多人去看重自己的样貌 是什么的 所以我确认你的态度 今天你说不是人性的悲哀 最主要是整容普及 只是大家想要辨美而已 是这样吗 不是 大家有这个权力 而且有这个权力 好 那我现在请问你 好 那我现在请问你 整容跟整容普及 的话有没有差别 有 整容是辨美的过程 对不对 是个手术 好 所以变普及化 是一种受费现象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看思想的改变 其实就是越来越多人 都接纳整容 看重要貌 以貌取人 接纳整容 看重要貌 你告诉我说 先天性的人 只占了11% 怎么造成越来越多人去普及化 对不对 先天性的人 只占了11.7% 怎么造成普及化 时间接纳 我会买11.8% 谢谢三次便 下来有请正方二便 无论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在您开口发言后 我看试计算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半决赛 题目自由选择性别 是不是人权的 这个变体的影响 所以对话朋友一开始就开始出了两个很奇怪的论点 对话朋友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说 因为整容是人权 所以我们就觉得整容它是一个不悲哀的体现 对话朋友想醒过了 今天整容是人权 等于整容不悲哀 他之间论证关系到底在哪里 一般会论证到底在哪里 必然是到底在哪里 从来没有听见过 第二对话朋友告诉我们说 因为社会上越来越多人接受了整容 所以整容不悲哀 对话朋友 你们这两个论点 简直是在跟我们论证整容 到底是不是基本人权吗 那想请问了 社会上越来越多人去接受拜金主义 社会上很多人都觉得 把金钱当成第一位其实没有错嘛 可是对话朋友 拜金主义把金钱当成第一位 可以为了金钱牺牲一些东西 请问这突然变得人心不悲哀了吗 所以对话朋友 有两个论点错误 不能成立立场 各位 今天段六 其实一直挂在嘴边的 有两个万能打箭牌 第一个 对不对告诉我们说 我们长得很丑 没有办法出去外面面对别人 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变美而已 到底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有看到吗 就是因为社会有一个以貌取人的观念 所以让你觉得你出去 你长得丑 你出去就不能见人 所以你觉得社会得要你长成什么样子 你就应该去整容去迎合社会的口味去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社会喜欢的是瓜子脸 你本来有很漂亮的儿卵脸 你不要 你要去削骨骑那边 把你脸旁边的两条骨削下来 让自己的脸看起来尖一点 所以迎合社会的标准 你觉得社会要170线的基本身高 所以去整容医生 把自己的脚骨给打断 让他自行痊愈 让你自己增高 你觉得一个人真正要瘦 这是社会要你的标准 所以你就去抽脂 让一支抽脂器捅进你的肚子里面 把你的脂肪给抽出来 你真的不觉得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 你很悲哀吗 我们今天做人 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意义 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去成为自己要成为一个人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发现到 你一生下来一直以来 你受到以貌取人的观念影响 你就是为了别人而生活吗 第二 段表万能阻挡金牌就是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以貌取人的标准 所以段表其实这个潜意识 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方也觉得以貌取人很可悲 我们就来谈论这个以貌取人 既然你方觉得以貌取人很可悲的前提之下 为什么你方还要真正去整容 来迎合这个以貌取人的标准 去让社会上以貌取人的风气越来越严重 你方觉得这样子 你方能够去摆正这个不正确的标准吗 谢谢大家 谢谢政方二练 请您留步 请马方三练上台秩序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你们好 你好 我今天刚刚开车两大路点告诉我 我们个人 以个人的人我会去盲目追求 以社会而言我们会以貌取人 对对盲目追求社会要得更完美 今天你论队一下 请问盲目追求 因为盲目追求 而去整容的人 到底有多少% 85% 请等一下给我检验报告 好 你论队这一个情况 这个盲目追求的这个情况 那你是不是跟属于整容普及化所带来的 整容普及化不是一直都有 整容普及化让他更加多 你完全没有一个数据告诉我整容普及化 因为他都是有目的去追求 不管是正常信心 还是怎么 还是其他目的 他都是有目的而不满目 有目的等于不被埃及 你旁论这种人 你看 社会会以貌取人 对对 好我问你一下 你会不会 如果我 你反正错 好 如果以貌取人的时候 我会不会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 如果老板要辨识你的时候 他会不会是因为看你美 然后他就马上录取 有有 没有马上录取 他会不会看你美 所以就请 我给你资料好不好 没有 他会不会看你美 乌菌 乌菌 你方刚刚啊 我来传统给医院的院长去告诉我 乌菌 你方刚刚呢 我都就告诉我 我看了他的外报 我就完全不顾他那一行 所以我没有 我告诉你社会看人家 那我们电视的时候 交那个履历表来干嘛 因为我多过而已 不等于不过 这样我交那个履历表来干嘛 要看人家 一个社会 如果以一个社会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要一个履历表 才可以认证你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人 他的歪罢根本没有下来 不是有预预表就不看你的脸的耶 不是 是因为这个社会他没有住 他就算还有注重歪罢 他也没有办法以貌取人 因为我看一个人的麦包 我不会也被喊外貌 安心其他 谢谢 谢谢反方三遍 下来 流行反方二遍 伯瑞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于你开口发言过后 开始计算 尤其是 谢谢主席各位 首先今天你我两方其实是一个动识 就是现在的社会是注重外贸的 你我不要再就这一点来进行争论的没有意义 对方花了那么长时间其实是在认证一个论点 就是现今社会注重外贸这个风气是悲哀的 可是对方便有看清楚问题 今天您方要认证的是整容现象普及化是悲哀 而不是以貌为重是悲哀的 第二点 对方对我方提出最大的质疑 就是我方以貌取人而不注重内涵 对方便有 内涵和外貌是可以并行没有冲突 第二点 我们两方其实都希望内涵方面我们能够很大的提升 在内涵方面我们也想要提升自己 所以我们两方都在内涵方面下足光复的同时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差异在哪里 今天您方就以你方价值夹带在所有人的身上 你不理那些长得比较抱歉的人他们心里怎么想 你也不理那些车祸过后他们脸可能毁容的那些人怎么想 你就觉得你长得天生比较好 所以你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和您方一样 接受自己外貌觉得非常之好 可是对方便有事实不是这样 有人真的因为先天缺陷走在路上感到自卑没有自信 而我方这边也有报告能够指出有44%的人 会去整容是因为为了提升自信 这个时候对方便有为了让他们不感到那么自卑而提升自信 对方便有连这个最基本的权力不给他们 女方觉得你这样子还能够谈得上是非常关心这些比较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吗 第三对方便有我方从头到尾不鼓励整容 现在我方也知道以貌取人是有错 可是对方便有看清女方以貌取人这个措辞到底正不正确 以貌取人以前皇帝选平妃也是选美的那一个 现在我们选老婆当然两个人内涵一样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选美的那一个 可是以貌取人悲哀不是女方要论证 女方要论证是整容有悲哀 可是对方便有我们整容给他们的一个基本人权 对方便有我们做一个人权等于固别爱吗 对方便有我们做一个我们基本权力里面 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的事情 难道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基本应该得到的吗 而女方连做这种东西我们基本的事情 你都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 女方才是让人性变得非常悲哀的那一方 再来我们看一下 对方说我们现在有些人他们只看外表不看内涵 甚至有些公司他们给薪金方面只看外表不看内涵 对方便有今天我们在韩国要当明星 没错韩国整容很普遍 可是对方便有你有没有听说 在韩国你要成为一个一线明星 你需要多久时间的闭关苦恋 不然你在韩国你却变成花兵 所以对方便有内涵和外在始终都是可以并行的 不要再来谈以貌取人 我们要让外表变得比较好 其实是为了在社会方面得到一定的认可 都有一定的自信 不再那么自卑 另外我们只要的是对方 而别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来的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路遥之马力 我们还是需要靠补充我们的内涵 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所以内涵方面对方也无法提出质疑 再来看一下 对方说了我们今天会普及化多数都是因为爱美而做出了整容 而我方美国有提出一份报告 今天真正会提升最多百分比的一个整容 其实是因为车祸后我们重修连部的这些整容 时间结束 谢谢正方二变 请反方 请反方一变收采集圈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跟你出现一下你普及化的概念 是告诉我们说接受度越来高对不对 接受程度和人做整容的事 都算 都算 所以看到了吗 我问你整容是一个行动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行动对不对 动词吗 整容本 对 所以你普通时对给我用一个接受度来多论证 叫做整容计划 我们要看的是他到底他做出这个行动 那里有多少个人才能夹体认证 对方没有有天性 这边搞面 一个是做 一个是接受 就是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能够接受 因为它不符合间 你不接受不代表所有人 我解决了 现在请问一下 你告诉我们说以貌取人 我不能够接受来谈 对不对 你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交代病人的关系 对不对 再请问一下 我们整容 是不是我们对我们就更加美 对不对 更加美 你不告诉我非常丑吧 有些情况是比较美 更加美 对不对 如果在你身边都是更加美 你这个比较丑的人 你觉得会犯死 那你就让我去变美 对 所以看到吗 你就夹具了以貌取人的现象 那这就是我帮告诉大家说 就是因为整容普及化相 代表着它加剧了整容 它加剧了以貌取人的现象 所以它是不是有这个肥癌 所以你不要再提议 我们没有论证了 零方上任那些自卑的人 五度零方 你刚才告诉我说 很多感良性的整容 就是所谓的先天 意外的后天全线 对不对 其中一小块 哦 其中一小块 好 你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吗 等一下我才给 哦 等一下你再给我 因为我今天这里有数据 它是占了11.7% 请问一下 你们这一群人 你上了多少把钱 等一下你再给我解证一下 因为我今天是这样子的 好 再请问一下 你告诉我们说 可以提高资金很好 对不对 那当然好 哦 提高资金 应该给我们一个数据说 它的过了多少把钱 你配过我一下 44% 提高资金 你们这提高资金 是什么 是感养性责任的这些人 他们提高资金 还是这些事业的人 他们认为这样的可以感养自卑 对方便有完全不理自卑的人 对方便有明方 完全不理 他们可以 我们控制他们 可是现在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你提高资金 你今天是一个老师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猛灌 面容不需要 请问一下 你提高资金的点在于 老师也要出席 宴会走在宴会 我是从小的 我有自卑 用紧 直接给我交代一下 为什么外形比较好秘书 会比普通的人 多算是百分之十 内行还是需要 做到还没有从小的 现在要解证 谢谢大家 下来 下来 游行正方商店博论 直接维持 对方 入账